好那一般大部分的其實大家的這個軟體裡面應該都會有附一個就是那個網路的程式 攝影機的程式但是不見得好用或者有時候他功能太多 以我現在來講的話其實我並不需要那麼多我需要的只是什麼 很單純的這樣就好了 那但是這樣還有缺點上面是不是還看得到 選單還看得到 有點礙眼對不對 我們就美美的出現就好啦 好所以呢 這個F11 有沒有好一點 然後呢我再按一個F12 F12會代表什麼意思 平常我如果切到別的畫面 是會不見 所以這個F12 有沒有都在 你知道什麼意思了吧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看這個 在這裡 他的 F11 F12看到了吧 知道意思了吧 所以我用這個 的目的主要是用他而已 那當然如果您覺得說 你要用他內建的 也可以那你給他搭配 我裡面有放另外一套軟體 我裡面有放另外一套軟體 您看一下在我們的這裡 在這邊 在這邊 有一個DM2 有沒有看到 視窗管理 點兩下 這個不用安裝 因為有些時候 因為有些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 老實平常我們 比如說改做以後 比較文件的時候 常常會切來切去的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你如果 切到別的視窗 另外一個就被擋住啦 這樣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他 浮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搭配一下 這個 我現在已經有執行了 所以呢 你可以來看一下 有執行過之後 您的 這裡會多一個信心 那麼 在任一個視窗 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邊 好像比別人多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 平常只有下面這裡嘛 Windows8就比較慘一點 Windows8沒有 關閉放大最大 Windows8怎麼關掉 沒有叉叉 用手 往下拉 這樣就要視窗關閉 所以如果你沒有 就在他的平板的功能裡面 你如果沒有用這樣 視窗是沒辦法關掉的 這個比較麻煩啦 所以很多人 題外話啦 很多人 買了 新的 筆電以後 第一件事情 趕快找回原來的 就是 有一些軟體他可以讓他 變回原來的Windows7 因為Windows8 哇什麼都不會用 因為電話太大 因為沒有開始 沒有開始啊 對啊真的啊 沒有開始啊 然後剛剛關視窗那個方法不一樣啊 很多人就一直開 結果奇怪怎麼越來越慢 因為都沒有關 視窗沒有關 你執行越多當然就跑得越慢嘛 所以 好 那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是多少幾個 對不對 如果我不要用他內建的 我把他關掉 你可以讓他最上層 那麼我切到別的視窗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還是在 對不對 甚至有些時候你希望說他收起來 收起來可以出了可以在最下面外 其實也可以怎麼樣 變成浮動 用圖示有沒有發現在右手邊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有時候我們下面 是不是放太多 會找不到嘛 那就浮在右手邊 那你要的時候就兜兜兩下 我就回來了 這樣也可以 好所以這個 不只是用在這種視窗啊 其他的視窗多數都可以用 多數啦 但是我不敢保證都 全部因為我發現有一兩個 軟體是不能用的 但是大多數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這樣再用起來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畫面太大或太小 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你不用這樣縮放啦 這樣太累了 從這裡 還要用縮放的 這個尺寸怎麼會準呢 請來這邊直接自己選就好了 選比較常見的 因為我們自己在縮放有時候那比例不太對嘛 所以如果要小一點 這樣就小一點啦 對不對 搭配F11嘛 這樣就放這邊就好啦 小小的 提醒一下同學 我還在這裡 這樣 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樣 還是在上課喔 不要睡著了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喔那個是我們待會兒會介紹的 因為我們在簡報的時候 應該說上課的時候都有機會用到嘛 還在那放大縮小啊 對不對 好好好 OK吼那等一下我們再講這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吼 好所以這個我稍微補充到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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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